親愛的觀眾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恢復時間 中島十二點二十分 你收聽的是快樂聯報的網 先問三小姐來節目 我是你的好朋友楊潔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楊潔很開心 邀請人到我們這位好朋友 上週楊潔就有做一個節目預告 因為我們的1218 我們的公投即將開始 所以我們快樂電台也做一個公投的特別的節目 尤其我們就連續性的來跟大家來做一下分析 為什麼我們的公投我們要來分析 因為每一個公投裡面的細項很多 尤其我們聽眾朋友不是很了解 尤其自問議面上來了解不是說很簡單 所以我們快樂電台也在公投前 我們做了一個連續性的報導 以及連續性的訪談 就是要跟我們聽眾朋友做會來了解 我們公投到底是要投什麼樣的議題 我們做會來關心 那今天的節目當中呢 楊潔很高興可以邀請到的是 要參選我們高雄市第三選區 就是江山橋頭燕巢子官 彌陀永安 我們的高雄市議員的參選員 陳慶紅 慶紅哥 你好 大家好 楊潔好 我是大岡山上租秤的新人 我叫陳慶紅 楊潔紅 我什麼叫大岡山最資深的新人 先給大家報告一下 我當年做你總共有十八年的時間 十八年 前前後後 那我也有在公投機我好不過 對於行政上的作業我也相當的熟人 那還有來自從2011年 我們理會邱志偉參選大工山區的立委 之後我就對你的心不斃 OK 動算 打拚了一年 動算 他就這樣給付出 繼續在含他做在打拚 對 所以我看到說大大小小 包括立委處理的工作 地方處理的工作 但是畢竟立委是處理中央的工作 對 地方需要還有一個更強的後盾 我們來相輔相成 我也希望說 我的經過引進的打拚 來動算這次議員 中央有我們立委償資訊 那地方有慶紅 大的口罩會 中央地方一條心 為我們北高雄繼續打拚 我們大公山的未來會越來越來越進步 是 剛剛楊潔跟青鴻哥在開槓 因為我們辦公室的主任 就是要處理這麼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這麼多民眾會來陳情嘛 會來請立委幫忙嘛 中央 還有我們地方的議員 也請我們的邱志偉立委來協助 有一些資源的部分 該怎麼樣為地方相親來爭取 這也是我們要做的工作啦 當然我們參選在我們地方的市議員 當然就是希望說 在我們地方的 我們的鄉親 我們地方鄉親的民眾 第一訴求我們可以跟中央連結上 我們可以反應給我們的立委 來做一個最大的幫忙 當然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 也要針對公道的議題 可以跟我們聽眾朋友來報告 尤其在我們的公投宣獎 其實我發現我們許多的 尤其我們民進黨 很多的 我們的這些 包含到 我們現場也是說 我們的新郎 很多都有來建貴的公道的選項 公投宣獎 我覺得一來也是讓我們的民眾知道說 這是公投到底在投什麼 到底我們的議題是什麼 要讓大家來了解 所以我們 青鴻哥 你在公投宣獎的部分 你可以跟我們聽眾朋友說一下 你在宣獎的過程中 這些民眾有什麼感想 我跟主持人分享一下 主持人 12月18這個公投 開始已經說不完 我們就跟李偉邱志偉 對 那我們就在那個國社里 嗯 其實國社里就安排一連串的地平會 那透過這個地平會的方式 讓我們這些四大 讓媽媽了解 什麼叫做四個不同意 是是是 現在大家有時候在路上看到 都會甘比這樣 四個不同意 愛我們更有利 所以說媽媽說 透過這個 這張一張 地方的所謂的選項 這些老一輩的 這些媽媽可以拿回 我們的理念 這樣可以跟他們說 所以說 在民意的調查度上 大家越來越認同 這樣子 我們也差不多一張 一張所謂的 幫大家報告 嗯 當然 當然我們在公投宣講 裡面民眾一定會有很多的心聲 當然也有一點不了解 我們今天一一來跟大家談一下 像我們先從這個三階 就是我們的藻礁公投 民眾怎麼跟你建議 因為我們在我們的所謂的南電北宋的議題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我們高雄鄉親 以及我們南台灣鄉親 大家的一個宿命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 慶弘哥和大家來開講一下 我來向鄉親報告一下 慶弘的選區 有一個叫做燕安 是 燕安有一個新達火力發電廠 是 它是主要以燃煤為主 所以說 近年我們會記得說 新達發電廠他的基礎跳燈 對 這好像我們整個台灣的大天燈 嗯 這是標示說 新達是在整個台灣用電的脈絡上 是一個相當樣的角色 對 但是它是燃煤 它燃煤越多 就造成我們南部的汙染 我們的空汙越來越嚴重 所以說現在大家一直要 天然氣息未來發展的趨勢 是 所以我也希望說 這個跳燈 南部人 讓我們台灣人 我們高雄人 用我們的氣波 用廢部來發電 讓我們全台灣來用 這相當來說 除了南部人 是相當的不說話 我們身體的負擔 做成我們 讓我們整個台灣人來用電 那北部人用電 他們也要自己去處理 所以這個找三接的問題 勢必一定要 一邊要推動這樣子 嗯 真的喔 這個電力的問題一定很重要 其實那時候 今年 我們的星達 電廠的一個跳電的狀況 會讓 一來讓台灣人的民心 非常的不安 大家覺得說 不知道當時還會跳電 尤其 這麼多民眾 比如說 煮飯剛才在煮 中間跳電 不知道電鍋 怎麼煮 常常會有這個類似的狀況 會有一個膽戰心驚的狀況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這個 跳電的狀況 我們聽眾朋友 大家應該也了解 其實 看到台灣跳電 誰最高興 就是 中共最高興 那時候 他們就一連串的 很多的 不實的報導 就說 台灣現在就是黑暗期 缺電啊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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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台灣的電力問題 真的大家要特別的來注意 當然 藻礁的議題 還有一點就是 所謂的 環境環保的議題 那有民眾跟清鴻哥說 這樣 我們傳播怎麼說 藻礁的問題 應該是 環境跟環境之間 做一個選擇 嗯 藻礁 已經從馬英九政府的時代 從230公頃 已經縮減 已經是230公頃 蔡英文政府 已經將230公頃 縮減到23公頃了 這個對於藻礁已經做了相當的保護了 對 包括它的外港 也推出去了 嗯 所以說 這個環保 是不能含這個經濟 喔 雖然都是北周圍的 我們也是盡量說 現在三街 他現在有人在說 啊 為那個 造內陸這樣子 你包括內陸 一直學這些公順出去 是 這是最重的重 包括從海線這樣一直 挖到那個台北港那邊 嗯哼 包括現在三街重新再評估的話 包括 田地 建廠 申請建造 這是最重 需要11年的時間 這11年的時間 當然是說 我們新達法建廠 還要再繼續再燃美 是 繼續再讓我們 南部人一直在用虛寶 嗯 來虛寶 用的虛寶 南部人的虛寶 讓我們台灣人在用 這是最重 最重 對我們南部人很不公平 是 還有就是 那個清紅哥 像 永安這邊 其實還有一點就是 我們要看到的 就是我們的一個科技廊道 就是我們的橋科的部分 電力對於我們橋科的發展很重要 我們也不能讓那種缺電的現象 對於未來我們高雄市 整個橋科的發展 甚至是台積電 其實這個電力的部分 真的需要來改善 嗯 現在橋科 從現在來說 都在高雄建設這個議題來說 是一個最重大的 很重的 有的台積電 好像整個高雄的生氣 都開始朝氣蓬勃起來 那包括 高雄市長 我們陳其邁的陳市長 包括我們地方的 所有的民意代表 包括就是我們的選區這裡 我們一直在 在橋科這個議題上 包括它的交通上的便利 包括它的交通 去做雜道 然後包括它的用電 這個東西 我們都有在處理 所以說 橋科 它沒 我們三個 現在目前我們高雄有三個 發電廠 這是 大拿 這是 新大港 那一個是 南部 火力發電廠 這個都是還是要持續供應 但是已經說 機器老舊了 我不是說機器不好 但是還是需要再維護 那萬一再 出了一個什麼狀況的話 那 那個 電力不穩定的話 相對的對我們 喬哥這些廠商 也是一個傷害這樣子 所以說 三接勢必一定要推行 我也要把主持人報告 有的人在說 欸 那些水 只要三接那些水 如果 外泄 造成這個溫度升高 那畢竟 那些 海魚都變成海鮮麻 我也要跟大家報告 我們燕安最有名的就是 那種 石斑魚 石斑魚 燕安有一個 中油的 液化天然氣場在那裡 他擺出來那個水 剛才那個溫度 剛才適合我們的石斑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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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溫柱 他們都利用這些 溫水 來養這些石斑 所以 那些石斑 大又肥 所以當地人稱這個叫做 生命活水 叫做鑽石水 真的 真的 你有型的 主持人的可以來 我今天走走 我請你吃石斑 這個石斑魚 像上個月啊 11月22日 就是石斑魚節嘛 是 慶紅哥也有到現場 有 有吃到好吃的嗎 有有有 我都在 其實南部的 燕安的鄉親 其實是都很善良 也很好客 對對對 你如果來 紅車齁 不管說過年過節 南部人 北部人到南部這裡 做客齁 桌上一定是給你 一定是大大的石斑特餐這樣子 而且石斑一拿出來就是 澎湃 澎湃 對對對 就是很豐盛 對對對 所以 很多我們聽眾朋友就是 很好客 其實我們南部鄉親就是 對 非常非常好客齁 所以 給我們 許多的北部的朋友 都很大的印象 好我們先把那個 我們的這個 公投先講一下齁 再來我們來談一下 就是 呃 在 剛談的那個藻礁公投嘛對不對齁 那再來我們來談一下就是核四的部分齁 因為都是跟電力有關係嘛齁 那當然我們台灣的能源要轉比較乾淨環保的能源 可是 核能真的不是我們想要的選項啦 那為什麼核四不要讓他重啟齁 齁 清紅哥是不是跟大家談一下你的看法 核四在1999年 嗯 建造 大概2014年 封存 嗯 這段時間 已經沒有 包括說 核四為建廠的地方 位於在我們共寮 是一個 位於它有 那個地震帶 它有兩公里的斷層 是 萬一發生什麼災害 嗯 這是我們台灣人 還是這樣國人不想 不想遇見的 包括說現在核廢了 國雄台灣每一個館子 都沒有那個人在處理這些合肥料 是 也沒有 對一個館子 可以處理這些合肥料 嗯 沒有人在說 啊 合肥料放你這裡 呵呵呵 這一定會被人家 呵呵呵 我們包括說 嗯 包括我們那個 朱立倫市長 是 他在擔任台北 新北市市長的時候 他也說 在那裡面 他沒辦法處理這些合肥料 對啊 現在的林之廟縣 他也堅決反對合肥料 包括侯宇 侯宇 侯市長還是 也不要 應該沒有人想接受合肥料吧 對對對 嗯 所以說 以我們 鄰近的日本 是 那個福島 當時的河 河邊 嗯哼 那個河邊以後 你現在整個 造成這個河邊 整個福島那邊 周遭 他附近的縣市 做成那些最東的災 萬一 我們 河市 建了以後 發生一些災害 整個台灣 都是在他的損害圈裡面 嗯 這要給台灣人情侶看 一夕之間 我們的經濟 震驚都沒有了 是 這是 我們有這麼多要 科路的補分 然後 而且 說真的 如果說把河市重啟 倒不如再蓋一個 新的電廠 哈哈 而且 真的 真的是 而且河市 也是一個拼裝車 是啊 這些機器 都拆解 然後 那些東西有的都 運出去美國了 對 美規日規的 一些 到這會 沒有人敢去 預設說 以後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這樣子 是 所以 這個 核市重啟的議題 齁 就 有很多的討論 就說 其實這個議題 也算是假議題 當然 議題 能源的部分 我們要好好的去做 未來的規劃 不是說 看到他 有 可是 他既然都已經封存了 又再重啟 真的是 會勞民又傷財 那 再來 我們來談到那個 公投綁大選的部分 公投 公投綁大選 那個 慶紅哥 你還有印象 上次你投到 投幾點嗎 排隊 排多久 我記得 那時候是 那時候投票 二 我是九點 我出去出門 去投票 我等到要 十點沒辦法投票 九點 還算早餒 因為我想說 那很快 因為以前 大概投票不到十分鐘 很快就投完了 現在我投了大概 九點半 投了大概十一點半 然後沿路 開始就聽到 因為 我們就知道 這些鄉親的抱怨 因為 鄉親的孫子都是 那些長輩比較多 那有些是行動不便的長者 那現在他投票 那 就 有人現在殺 那種 喔 輔助器 輔助器 那就是在那裡用的這樣 那幾個月還要走一步 那幾個月還要走一步 那當然 你現在 有的人死生的人 背在旁邊 他也很 很 很敢 自己的家裡 在那裡投票 那會造成 選務人員 跟我們 的民眾這邊 有些 衝突 不必要的衝突 對對對 上個廁所過去 不見了 人家又重新排隊這樣子 然後 我叫我五點 五點 四點 截止的時候 我再去旁邊那裡 再去旁邊 再去旁邊 還有人在排隊 排到還有一兩個而已 又熱熱鬧 現在 開始看新聞報導了 對 還在記票 還在開票 還在投票 這個造成上選務上的不公 選人歸選人 議題的認同 要去歸議題的認同 這樣子 對 上次2018的時候 投了 投了十個議題 那這十個議題 真的有很多鄉親 根本就不知道在投什麼 像青鴻哥說的 我們看到很多中部在排隊 其實有時候不只是長輩 我們一般民眾 比如說你排一排 如果你突然想上廁所 那不是很尷尬嗎 是 你去承受一下 你又要再排兩個小時 你是不是覺得 你要再忍一下 那 你看 這個狀況就會變成一個很大的亂象 造成選舉上的不公 對啊 也不公啊 而且就 就像 青鴻哥說 而且青鴻哥 在你的選區來看的話 都還算是 我們講的就是 長輩比較多 而且 而且說真的 如果再更市區的話 甚至可能要排更久 人如果多的話 人更多的話 可能又要排更久 所以 你看這個公投綁大選 很緊張 這個 我覺得如果再來一次 恐怕可能 又會又有民怨又再發聲 所以 我在宣導這個公投綁大選 這一塊 應該也不是只有這個 這個題目啦 這四個議題 包括 不同意 核四重啟 不同意 共投綁大選 不同意 反美豬進口 對 不同意 三接牽引 這個是 四個議題上 我們現在是越講越順 越講越順 越說越順口 越順口 越順口 越來越多 問題是 差不多 六十個 現在我就買到一百個 所以大家 他們會覺得 這樣一直在說 包括雙人車處理在放送 對 他們會覺得這個議題 這四個議題對他們未來的生活 都有很大的影響 對 他們就想要來聽 我們有時候 那個 在FB 這樣用出來 委員的臉書 或是我們透過 立場那幫我們選擇 現在要來 都會自己來 所以都是 大家自願來 來參加 對對 所以 這個現象代表說 我們聽眾朋友 我們的民眾 對於公投的這個意志 跟想要去了解 我覺得有時候 政治是這樣子 有些朋友說 政治很亂 我沒想要參與政治 但是政治其實就是公民的贖文 就像 這四個公投 你一定要表達你的意見 對不對 那這樣 因為如果說 這個公投未來投的結果 是 不是符合我們要的 甚至是會 阻礙台灣的前進 那是不是一個很不得不償失 對不對 所以 青鴻哥 我覺得在整個公投宣講當中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 慢慢的知道 這個公投到底在投什麼 到底為什麼 我們要投四個不同意嗎 那剛講的 還有一個議題就是 萊豬的議題 萊豬的議題 這個議題是很關係到 所謂的台灣未來的國際趨勢 跟國際接軌的部分 不過這個議題 根據楊潔的了解 有許多的民眾 會覺得 我不想吃到萊豬 我不想吃 那對於這個議題 就會比較有疑慮 那 青鴻哥 你怎麼跟我們的民眾說呢 其實 來 來 美豬進口 我們說美豬進口 應該是說 大家記得說 台灣 那幾年 經歷過口蹄 最 慘淡的那段時間 那好不容易 我們的口蹄 已經在世界上已經出名了 嗯 台灣就是要向世界做朋友 台灣就是要從大部分走出去 這樣 所以說 加強 雙邊貿易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這是最好的機會 我們跟 美國之間 美國進口這些豬肉 其實 在蔡英文的政府 1.5做了相當大的把關了 你可以選擇買 也可以選擇不買 但是 每個商家只要做好安全的標示 對對對 這就是對我們國人一個保障的 是 可是 美豬的進口是加強 台美之間的貿易 嗯 美國 需要台灣 台灣也需要美國 是 美國人也是吃這些 豬肉 嗯 當時國民黨的政府 進口美牛的時候 他現在在說 我們當時怎麼沒有去 也是去抵制 可是當時的 沒有一個標準 所以民進黨 民進黨 政府是用 最嚴格的標準 來看待這個事情 現在標準都有了 我們是以科學的標準 來做事情 嗯 科學的數據 足以證明一切 我們現在是以 就事論事 實事求事 來處理 嗯 嗯 那 尤其像這個 萊豬齁 還是說美豬好了 很多 尤其是同一方 都會把這個萊豬 美豬 冠上毒 有毒 有毒 所以你看很多的群組 像楊姐看到很多群組 就會講說 這個是有毒的 感覺就是 你好像進了一個 一個豬肉 一個肉品 進來台灣 結果我們民族 如果不正常吃到的 中毒 那種感覺 就是覺得 你還是不正常吃到的 中毒 怎麼這麼嚴重 我前一天 剛才看 那個 意見發表 我們的中廣董事長 趙少康 是 一天喝六碗 豬肝湯 都會 都會中毒 你想想看 正常人送 一天會吃 兩碗地瓜湯 你就是 一天 喝 幾六湯的水 你也是身體 也會水中毒 對啊 對 所以東西吃多也不好啊 對對對 而且 萊豬的劑量 也是相當相當的少 嗯 不像 那個美豬 你看美牛 大家我們現在進口 進口量越來越多了 嗯 這點是說 美國豬 美國豬也可以進來 美國豬也可以進來 這是相對的 台灣 也要把東西買出去 對 美國人也可以 世界各國也可以 也可以把東西用起來 這也是來增進 那個雙邊的貿易 是 尤其 我們品質那麼好的 台灣豬 我們有 因為台灣的豬肉 豬汁的養殖技術 真的獨步全球啦 而且台灣的豬汁 還沒有豬肉 是 就 我們的養殖技術是很成熟的 我們未來也可以把我們 好吃的台灣豬肉 外銷到國際 其實我覺得 就像剛剛 慶紅哥 其實說 這一個叫做雙邊貿易 我們就是我們豬肉 跟豬肉 開放 互相信任 互相貿易 這個是好事嗎 對不對 當然 雙邊貿易 我們互相都可以 互相進口 那我們要不要買 就是消費者自我的 我們每次去選中 這是讓大家了解的 不是說你親菜 你外面就買得到 而且也沒那麼嚴重 不是說 而且吃下去 不是說跟搖頭碗一樣嗎 沒有沒有 這個不要那個 乙兒傳了 真的是很多的妙物 請大家要做回來了解 好時間關係 讓電台進個廣告燈會 廣告過後 再繼續訪問我們 民進黨高雄市議員 第三選區 我們的議員參選人 陳慶紅 等一下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來 這次是特別 人生無常 有的人是為到親情 事業 心情 在煩惱 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揮影門 我們如果要睡前 聊回憶門 回憶讓我們自己的 完成 製作 做生 我們的心臟會更平靜 這裡可以幫你免費 空氣三三五 數理三三 家族旅遊 員工旅遊 公司工廠交通車 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車 要找哪家車公司才好呢 你的問題 全球巴士公司都聽到了 觀光旅遊 工廠交通接駁 各式活動用車 只要你想得到的 在客服務 找全球巴士就對了 從八人坐小巴 到四十三人坐遊覽車 全球巴士 給您舒適的乘車環境 平價優惠 全球巴士服務專線 07-831-9037 831-9037 早上車跑到爆米去聽 有兵人嗎 不要啦 那兵人會中口腔癌耶 沒這麼衰啦 你沒聽阿英他沒在說 阿英上午的便宜檢查 他會中口腔癌 因為稍微發現了 聽說很嚴重 這樣喔 是啦 別鐵氣啦 兵人快改掉 像我也改了 要拿錢 吃口香糖淋咖啡也能夠精神 好啦... 為了我漂亮老婆 比較可愛的孩子 我聽你的啦 嘻嘻啦 以上廣告由國民健康署提供 這是一個最快樂的地方 一切真主宰 關心土地咱的愛 這是一個最快自由的地方 快樂愛台灣 什麼最愛 最快樂的電台 什麼最愛 最快樂的電台 快樂台灣 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我們今天要參加 最愛的事 我們要參與高雄市第三選區 我們市議員的參選人 陳慶紅 青鴻哥 你好 大家好 各位聽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陳慶紅 丹慶紅 是 我們大岡山最資深的新人 做我們的公民 做我們的民眾學部十幾年 所以真的對於我們的選民服務的部分 我相信是真的聽朋友 也許對我們青鴻哥有印象 那當然剛剛我們談了公投四個不同意 我們公投的四大議題 讓我們聽朋友來了解 那當然我們電影的服務也很重要 剛剛我們談的很高興的石斑魚 我們說一個磅頭 一個酒磅 就覺得有夠澎湃 更有民主 磅頭 請客人 只要有一位石斑就覺得說 這主家真有意義 真有生意 所以這個石斑魚真的是美味 而且又是我們永安 我們永安家的民朋友 大家的心情 可是大家也許有印象 最近天氣真的變得比較冷 尤其我看青鴻哥也是在臉書跟大家問安 請大家要穿好笑 我覺得今年的天氣跟往年來說的話 比較起來真的比較冷 尤其現在十二月 大家就已經穿了還蠻多了 早晚溫差比較大 中午也是很冷 但是晚上真的變得很冷 那楊潔在看到這個石斑魚就想到一件事情 其實在2016年那時候有一波的超強的寒流 叫霸王寒流 霸王級的寒流 那時候也許我們聽眾朋友有印象 那時候楊潔在快樂電台嘛 也是有訪問的這個議題 也是有關心這個議題 那時候霸王級寒流導致我們 在永安這邊 石斑魚這邊真的是有很多的 可能就損失啦 災損的部分 那當時的海洋局預估說 那一次的寒流的漁月災損是7.9億 不過呢 永安跟彌陀兩地的漁會 所以統計起來其實那個災準超過30億 真的是還蠻嚴峻的 那當然我們希望說也呼籲大家 我們今年因為當時寒流會來 還是怎樣 我們要做好提前的準備 那針對於這一點 是不是我們青鴻哥忙 跟聽眾朋友來做一個分享 以及當時你應該有遇到 這樣子的一個選民的服務嗎 我們民眾的服務 我記得那年剛才說過年沒多久 整的2月份的時候 上班第一天 那維吾的就只有漁月署那的 那的官員 那的長官 包括地方海洋局這邊的 的同仁齁 一起去會館 有去迷陀 也有去永安 當然永安是我們災損稅嚴重的地方 那看到那的照班 一百一百一百這樣撲開 那都是漁民回去 這樣刺的心情 那真是很不甘的 那當然善後的時候是 安如千安國軍弟兄 來做一些善後的處理 你也知道那個魚 那個褲子很大很大 然後那個臭味是真的沒辦法去形容 那所以 那所以 維吾這些漁民朋友 就跟維吾這邊來做一個 跟邱志偉的漁人做個陳情 那我們也是透過漁業署 那海洋局 然後再找保險公司這邊 所以說 這個三方 三邊的關係建立好以後 推漁民保險 那當然漁保的部分有很多的細節上 在節目上就不一一周數了啦 所以如果說 你如果對著這種問題 這個海洋局這邊 那包括漁會 我們沿海市區的漁會 他們已經有一次的經驗了 所以你現在 假設萬一不幸 有這樣的問題在發生的話 大家會以最快的速度 來處理這些漁損的部分 是 這個漁保 像農業有農保 對不對 農業保險 像有一些刮果類等等 其實遇到寒害 有時候也是會導致它的 就是收成 它的收成有些影響 所以 政府也一直在推薦 我們的保險的問題 所以 這漁保的部分 那當然 對於我們的 養殖漁業的部分 我們的漁民也是有一些貼心 如果說 它的一些設備 是不是也是 有請 也給他們一些協助呢 是是是 OK 好 那我們在地方上面的一些 包含像是有一些協調會 還是說公聽會 還有我們的會刊等等 我們慶紅哥是相當有經驗 是是是 真的 真的有很多的會刊 都是需要你們去幫忙去看 我們地方面前的訴求 那是不是 慶紅哥 所以 他向我們 服務處理這些 當然 就是一個信念 把平衡的事情處理得好 這就是最大的 心願 所以說 每個禮拜六 我們的十點到十幾點 就是 立委邱志偉服務時間 所以 那天 會很多鄉親 都會來這裡 因為一般就是 大家都在上班 要 十點完他們就來這裡 包括提供我們的律師諮詢 還有那個 選民的一些 包括說 他剛才有 和行政單位 之間的 一些溝通上的問題 包括說 特兼費 對 這個部門 我們在當下 都委員都做一個很明確的指示 那當然後面就是 協助我的工作 協助我的工作 就要先跟地方 溝通好 這樣 我們先排個會刊 那有時候 也是需要委員來出面 就像 要給大家報個一個 我們共産 之前有一個 不算後天 但是變成說 後天那些人 要後面 鐵基羅後面的人 他要來 前站 他就要經過 兩位 經過地下回來 全都不方便 那 委員也有聽說 這個聲音 也是含著 第一位議員 大家共同合作 就來他會刊 那包括 那時候 他有提出一個家委 九月娃 當然這個家委 就是一個草案 然後送到 那個 九龍部去 討論 那 尾巴再衍生出來 包括 相當的周邊 也一直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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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 土地 包括 那個 變成十八億 喔 這十八億 但是現在 尾巴因為捷運已經在蓋了 是 但是他也是把 這個十八億 含在這個二階裡面 就一併處理 就是不會說 我捷運 站好了 我再去這個 連接座廊 是 而且當時的計畫 我記得我有去 台鐵局的高雄公務站 在我們高鐵的造型站旁邊 當初 他設計是 因為 他們一邊後站起來 然後 又熱愛 熱愛下台階 然後再走到捷運站 我覺得這是很不實際的 對 所以要他做一個連通站 就直接要過站的人 直接就這樣 直接過站 直接到捷運站 喔 比較平順 如果要下來坐火車 因為要坐捷運 就直接過去 坐捷運 直接要過去那個捷運站 那要坐車 就直接撿下樓梯這樣 OK 不要說要坐樓梯 要坐樓梯 還買捷運站 對 這是雙東的病名 當然現在計畫的時候 委員一直在跟交通部 也跟捷運局 一直在溝通 對 所以這條件 期間也沒辦法出到 但是我們沒辦法處理 是 那包括這樣 我們學部主導長 現在就是在做捷運 嗯哼 委員質詢了50次 那當然 青龍在這段 這段 也是做 有一個小小的助力 那些地方上的一些 資料的收集 對對 行政上的工作 對對對 那我也要跟他 聽眾朋友報告 那李維秋之衛 他相當關心 我們北高雄 我們這五十間 國中小 他對這五十間的國中小 也是相當的照顧 對 因為畢竟 這五十間的國中小 不比市區 市區的資源真的很多 對 但是在地方 嗯哼 你還有一個小小的建設 那是對我們來說 就感覺好像是 嗯 得到一個很大的禮物這樣子 對 而且孩子的權益 對對 所以說 健康也是含這好好 校長這邊 我們都有做交流 有什麼問題 我也會跟委員反應 那我們拍個會看 嗯 那就國教署啦 體育署啊 包括他們的校舍啊 他們的跑道啊 是 我們這幾年 這十年來 我們完成了大概十幾條的跑道 哇 好棒 將近快二十條了 果然是最資深新人 呵呵呵 真的很 很實實在在做啦 那當然 我們做很多的學部安心啊 那我們也希望說 把第一線的聲音喔 也跟高雄市議會能夠連結啦 是是是 來 慶紅哥 最後的一分鐘喔 跟大家做最後的補充 喔 我也要跟聽眾朋友拜託 雖然 慶紅是一個新人 但是一個最租秦的新人 慶紅的選手 包括 江山 燕燒、鴨頭、煮乾、米豆、煙安 我也拜託大家明年的三月 我民進黨有一個市議員的抽選 我也希望說慶豐在這裡 用十當的時間 用心守候我們這個北高雄 我們的大公山 可以讓慶豐一個機會 當時我們市議員 中央有我們立委、邱志偉 地方又多一份力量 大家結合在一起 為我們的北高雄 為我們的大公山 輸我們的大公山 可以越來越進步 越來越好 這是慶豐 要從政的願望 我也希望說 這個願望能讓我可以達成 大家一起打拚 我有這些信心 可以拚過抽選這關 OK 好棒 那當然今天有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 1218 我們的公投請投下 四個不同意 台灣各有利 好 今天非常感謝 我們民進黨 各用市第三選區 我們一起玩參選人 陳慶紅 慶紅哥來到楊傑節目囉 謝謝慶紅哥 感謝 謝謝 感謝 聽到朋友太聽 下次見囉 拜拜